现在高温夏季是多肉烂根叶片化水的高发期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养多肉 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首先要改变一下养护环境 如果有太阳晒的话 要适当的遮阴 起码遮掉60%以上的阳光 这样才能避免叶片被晒伤 第二个就是要增加养护环境通风 如果说大家的花盆不够透气 那么我们一定要加强通风 加风扇或者是拿到通风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那么第三就是用药来预防烂根 因为有些花有改变不了环境 那么我们只能用杀菌药 比如说像这种土养杀菌剂二媒林 每个月或者是15天20天给它浇灌一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预防多肉烂根的问题 那么这种二媒林杀菌药 我们只需要对水来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我们在浇完水之后 一定要及时通风 让这个土干得快一点 不要让它长时间积水 因为这个土长时间积水的话 土里面的有害菌就会快速繁衍 导致根系出问题 所以说不管是用药也好 或者是平时浇水也好 浇水之后要及时通风 如果说发现我们养护的多肉 其中的一颗出现烂根 或者是叶片出现问题来 一定要及时处理 跟其他健康的多肉一定要隔离开来 因为它会互相的转养 所以说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好了我们下期见